希臘的一名高級法官宣誓就任看守政府總理 希臘主要政黨曾經做過幾次嘗試 但未能組建一個聯合政府 在此之後 希臘國務委員會主席皮克拉·門洛斯 週三被任命為看守政府總理 現年67歲的皮克拉·門洛斯 將會負責組織定於6月17日舉行的選舉 分析人士說 新選舉的結果很可能好像本月較早時候舉行的選舉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獲得足以單獨組建政府的票數 但強烈反對施行緊縮措施的激進左翼政黨聯盟領袖 奇普拉·斯已經得到很多支持 從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希臘的政治僵局 使得歐元區的財政部長 擔心希臘不會履行施行緊縮措施的承諾 若文化示範 是否有所在意的選舉 若文化示範